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像第一次 有时窗外开始下雨 有时雨停了 她还没有回来 我不知道她何时开始变成这样 她常常说我半夜出去滚 我知道她在等我 但是她越等 我就越不想回家 朋友说 恋爱中的我 没有智商 我觉得不对 有些事情 不是不知道答案 只是她演得越真诚 我越爱得透不过气 突然 我好像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 这个时空里 有一张破烂不堪的雨网 和一只没有脚的鸟 在雨网中 垂死挣扎 我问雨网 你知道 她不飞行就会窒息 为什么要困住她呢 雨网说 这里太孤单了 只有困住她 她才不会离开我 那天晚一刻 她又出去了 我承认打她是我的错 但是她只会离家出走 这样又解决不了问题 我对自己说 我说三声 只要她追过来 我就原谅她 一 二 三 我很想问问五娇鸟 你明明可以拙破雨网 为何你不飞走呢 五娇鸟说 我想再等一会儿 我舍不得 把她捉破 我就知道 她肯定不会走 我回来的原因 竟然是舍不得 她那么久 这么久的感情 原来她一样都放不下 我又想起了五娇鸟 我想 她一定是爱上渔王了吧 它们分开会痛 捆在一起 会更加地痛 仿佛 仿佛我和眼前的这个人 仿佛站着炙热的鲜血 在我的脸上肆意涂抹 仿佛连恩爱 都实在发泄 每一次 我都能听到我的声音 告诉我 我再也等不回 从前那个她了 我又在冷水中泡了一针弯 这一次 我没有再等她 我明白 但我从来不愿意承认 但我从来不愿意承认 因为承认了 我就要清醒了 清醒了 我就会失去她 我闭上眼睛 又见到了渔王 又见到了 咽咽一息的不叫鸟 我想告诉她 醒醒吧 外面的天空 那么蓝 那么好 回到属于你的地方去吧 为什么每次离开后 又会回到这个家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或许 舍不得她 只是一种说辞 可怕的是 我不知道出了门之后 该往哪里走 更可怕的是 我太依赖她了 我太依赖她了 今天晚上 悉尼的街道 特别的冷 我开始出现幻觉 觉得自己的脸上 伤痕累了 我好害怕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为什么路人 都在看我 我穿着厚厚的衣服 却像赤身裸体 每个人都在看我 每个人都在看我 从上到下 把我看得精光 那天她走了之后 再也没回来 我不知道她去哪里 不知道她是否在这么温暖的地方 我做错了什么 我又有什么选择 她在我身边徘徊 已经令我一无所有 她仍然没有人 房里没有了她 原来她是这么空荡的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晚上 我对她说 我不在等了 我走了 也真的再也没有人回去 爱情里的人 大概就是这么傻 就像无胶尿 它只担心欲望痛 却不担心自己会执行 那天清晨的海水 好冷 冷得让人想 不如就不要醒来了吧 我沉在水中 仿佛看见浩如烟海的繁星 人来人往的街道 和那只孤单的五角鸟 我想我与它一样 不知道 还能不能回到天空 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颜色 但 我想我准备好了 二次呼吸 二次呼吸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